昨天新年苦北路段時期停車的收費資金已經兩禮拜過 市府交通局表示 經過管轄發言 停車率有降低 停車的時間也有縮低 整體的狀況有明顯的改善 平日的部分 原本的停車率從大概9成5以上 那已經大概下降到大概5成到6成之間 那整體的停車狀況 相對是以前來說是比較良好 那至於在假日的部分 大概在介於6成到7成之間 那比較大的變化是在於 經過我們的統計 平均每部車的停車時間 從8小時 明顯的降到3小時左右 這款停車受費進去 大部分的鄉親都很靜痛 不過有些交通的力氣 民眾跟店家是希望可以比較辦理 當時可以設一些停車家 像我們起來 要停車 空車也沒有人找車 有的就是把它放到整天 你現在如果用這個時事 前一小時免費 讓人有能去辦事 要停車方便 車架像 我們剛才 這兩天這樣看 都有那個空車可以走出來 不然以前 你要找一個 有能夠寫到 市外去 市外辦事不方便 現在違格停車 停車就停車了 市外 我認為 那個很好 使用者付費 本地就要這樣做了 但是配套所在之後 就要增設一些商業區 有像這種要增設一些停車隔 跟什麼 跟這種 電梯座 你要有那個 雪貨區 要增設那個雪貨區 不然你 人家的車子要來賣 要來賣 你根本就沒辦法 沒辦法停 停車座要多一點 因為車子真的是還蠻多的 停車座那麼少 對 都是防線 對 能夠再多個幾個 這樣子 客人在購買 或者是 對 市區在下貨 對 也比較 不會被取締 如果有個雪貨區 當然是會更好 針對到疾病的審査 交通局表示會將這些意見精力 逐逐來改善 疾停車座的範圍是不是要擴大 不正約在現役當中 以及二代戰爭 就會有結果 南天新聞 為第一聲音 彩虹報道